對家長來說 孩子成長過程的點點滴滴就是上階頂位的禮物 塞麗店的幼稚園就透過每年基盤聖誕变中活動 來和家長和小朋友發揮創意 正版作各種的作用 哪些當成家慶祝活動的機會 要讓孩子在在舞台上展現各水各自身的笑容 今年活動 今天是成功欣賞近500人來參加 小朋友從伴奏高水果創意的模様 走在舞台上展現出不同的特色 讓家長看得到美美鳥 在的頂里幼稚園 年年伴侶聖誕变中活動 就是希望可以讓大人小孩老家快樂的情緒活動 這都是用環保材質紙箱做的 這個也是箱子做的 讓他們有知道回收的一些概念 因為想要跟別人不一樣 所以比較特別 那要運用什麼樣的素材來買到 紙箱 這個都是紙箱 就是不要的紙箱 因為小朋友非常喜歡吃爆米花 所以就幫他做了一個爆米花的造型 無論是運用寬佈的材料 才是讓孩子正做自己教他的解釋 在過程中也創作出情煮之間 沒辦法比出大家的記事 好方也表示 參加人數一年比一年比較多 今年有獎金500人做火動肉 家長參與的熱烈程度實在超出我們的想像 每年都是這麼多人來捧場 所以他說 脊椎是爆米差不多300個小朋友 再加家長的話 是有500多人來參加 走秀的體驗 對小朋友來說 也是一種很好的學生機會 可以表現自己來背擁外婆的構成 讓這一步知道 要感謝北母用心的照顧 愛濟業後 愛濟業後 那妳走秀的時候有沒有覺得很有趣 有 妳有沒有練台步 有 有 走腳色 走秀有沒有很好玩 有 小朋友妳原本想要不要公主 但是後來變成這個交通規則的招牌 有妳覺得開心嗎 有嗎 妳說有 小朋友生長過程中的點點滴滴 對家長來說就是最重要的禮物 雖然賺到聖誕者的處理的娃東 也讓親自老闆南門 故意她的快樂回憶 繼續看這期一張報導